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报道消息看 说呀 一开头啊 就说这六名这个女生啊 涉嫌遭到强奸 因为这个检查说处女膜破裂吗 但是后来啊 五月十三号 海南省的法医和万宁市医院的这个法医组成联合的这个鉴定组 这一次鉴定应该说权威哈 然后呢 鉴定出来发现四名女生处女膜完整 结果我正准备播呢 突然今天早上一觉醒来 又换了人间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又觉得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就是五个学生的这个家长一起凑一块接受一个报社的电话采访 纷纷讲 我就觉得这个话题现在怎么闹成了一个处女膜之变 对 但这个问题就是 我就像上我们做废调的那个节目里面 我也说过这事儿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么在乎这个处女膜完不完整 我这么讲是什么意思呢 是 这就像以前我们看戏啊 看那种和胡闹的港产片啊 什么那种县太爷 周星驰也那种那一类的县官 审案子 然后说 谁谁谁 你怎么强奸名女啊 怎么样 他说大人 我没有啊 然后呢 他在问 怎么样 奸进去了吗 这 我就说的话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叫强奸 就如果我们这么在乎所谓处女膜有没有受损 或者是按照刚才我讲的很粗皮的讲法 所谓进去了没有 这种讲法其实是一种非常富权的概念 它是一种就是男人觉得好像处女膜才是一个或者所谓进不进去才是一个强奸最关键的事情 但是我们忽略掉的是从女子的女性的感受来讲 你就算没肩进去 就算处女膜完整 你在扒我衣服的时候 你在把我推到床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强奸了 那已经就是强奸 什么叫强奸 就我觉得我们现在关于很强奸的定义 奸淫的定义 往往是从男性的角度 就是说男人觉得他爽了没有 他发泄了没有 但是而忽略掉的是那个女人 他觉得他受侮辱了没有 这个 所以这个处女膜之变 要叫我说呢 也很有意义 因为呢 就像你刚才说的 实际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 这是个法律问题 就是有了这件事啊 咱们一查这个资料啊 才发现呢 中国关于性侵害这方面的法律啊 其实是个暧昧不明的 对 是吧 哎 徐老师怎么这么凝重啊 我昨天已经说了嘛 我觉得这件事情叫人很生气 呃 这个生气的第一个是有这么一个校长 有这么一件荒唐的事情 我们说开玩笑是中口味啊 很荒唐 第二个是当地似乎在掩盖这个事情 似乎啊 我不能下结论 嗯 就是说这个我看到有录像 就一群都是男的 公安 然后再谈论这个这个小女孩的生殖器的这个问题 当着传媒 呃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掩盖 把事情讲清 是不是为当地的政绩有好处 我不知道 我相信他们没有这个动机 他们实事求是 但是 现在大家在网上也好 在我们的公众传媒也好 这样公开的在讨论这些女孩子的身体器官 我觉得我们丢掉了一条最重要的底线 就是所谓隐私 这些小孩子要长大的 我在网上看到医院的证明 现在就在网上 嗯 说某某人 什么红种 什么完整 这这些活生生的人啊 这不是机器啊 这不是铁路的轨道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女孩啊 她将来要长大的 她当她看到 当她看到她当初的这个遭遇 被这么全国人们这么在议论的话 我觉得这是更大的犯罪啊 嗯 所以我对这个事情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很恶心 就很不开心 尤其他们现在这个整个处理方法 这个不是这个事啊 你说她名字出来了吗 我我我没看到名字 也没看到这个人脸啊 就我是说 比方说如果在香港 我觉得恐怕这个处女膜问题啊 也会是一个香港报纸记者 轻力要报道的一个 但是香港的警察 会当成是出来这么讲 因为我觉得现在问 关键问题在哪 在这些警察跟这个医院 他为什么要强调处女膜问题 他他这就表示他一个观念嘛 对不对 他觉得他这才是一个强不强奸的关键 他首先就要对校长解脱那个强奸罪 不是 他说香港的话 这个就这么一个出发点 就我们不认为这是强奸 咱们没有身临其境啊 我觉得很诡异 对你要能生力气 定大就很诡异 你比如说他这几个家长啊 他们跟这个精华时报记者就讲啊 说这不对 哎我就觉得中国真奇怪啊 你说别的事是吧 什么飞船上天咱搞不清楚 连这么一个事情 都不能在一天之内弄明白 就是这因为这家长说 说10号来的时候 这医院检查呀 就是有的是有警察当面告诉我 说你女儿这个就是破裂了 然后有的是呢 这医生当时就说了 他说但是13号家长说 他又通知我们去 通知我们去 哎有的家长这个情绪也很奇怪 有的家长 不是有两个没检查吗 有的家长说我不去 哎我这事就是 有的家长说去了 就是我刚才讲的嘛 你假如自己的家里的小孩 碰到这种事情 对有你说的这个原因 但是这个家长主要的意思是说啊 说去了之后 他们就是等于说啊 破了会说没破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推测 对就是我刚才讲的推测 然后呢 显而易见可以预料的结果 然后有一个家长就讲呢 说当时在医院有个万宁的医生啊 认识我老婆 说这个医生跟我老婆说呀 说这个破了 然后旁边一个医生 又把这个医生推开 跟我们说没破 然后就签字 哎我一听这个 如果当然啊 我们按照严肃的法律上面讲 家长的话也不能作为 说是权威的这个 他也是一方嘛 但是为什么整件事情 这是个罗山文你啊 就这个 千不该万不该弄成 罗生门的是这个细节 我理解你们的意思啊 就是当然这个对未签成年人呢 是一个伤害 可是我也觉得有些事情啊 在中国这么一个粗糙的国家里啊 你一时避免不了 就是说比如说 他有没有受到性侵害啊 刚才我不就说嘛 这又一方面是法律上的问题 因为在英国保护儿童 保护这个幼女啊 是英国性侵害的 少论是你摸小孩子 你就犯罪了 摸就犯罪了 中国你知道吗 过去一直是插入说 插入才算强奸 到1984年 咱算文明了一点 1984年改成了接触说 但是这个接触呢 你知道所以 读读这个资料挺有意思 接触呢 跟世界卫生组织的相比啊 还是很苛刻 因为接触要两条 一条就是用男人的这个性器官啊 接触到了这个幼女的这个器官吧 而且呢 这就是咱中国也讲精神啊 就说而且他不但是接触 而且是证明他有主观意图 这个接触的目的是为了要插入 你明白吗 可是你看很有意思的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啊 没什么意图不意图 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对强奸罪的定义啊 只要是使用男性器官啊 或其他部位 不一定是是是杨具啊 或其他东西 经武力逼迫或其他逼迫 只要是触及到女性的这个部位啊 不管程度轻微与否都属于强奸 所以你看这过去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那是这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我刚才讲了吗 你这个意愿问题 我们那个接触说 那个说法我也见过 他那个说法在我看来最好玩的地方在于 他怎么会说 是要考虑男方有没有这个主动的意愿是想插入 对对对 他没有考虑的是这个女方有没有意愿要拒绝被他接触 对不对 他整个考虑是从男方角度来考虑 他不是从女方角度说 说就算你不用那玩意接触 你手摸我我都不高兴 这怎么样呢 对啊 对不对 然后而且更不要说这所谓差 因为现在讲的我们讲这个接触说呢 他其实还是以插入为前提嘛 因为他提到就说 男性有没有这个意图嘛 对 但是你想进去 但是问题是假如对方碰到的不是女性的 传统意义上的性器官 而是别的部位呢 比如说嘴巴 比如说拿你的手 这怎么办呢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强奸的这个定义 其实是 你觉得有些男权的这种 很负权 而且是特别狭窄 在录像上看到当地的警方 那个那个处理的人一桌全部是男的 当然我们现在做的也是男的 我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你这种事情你至少弄点女警察来处理吧 你你就是这么一些男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小女孩怎么被盘问的 你你设想一下这么一些公安都是男的中年人 他们在怎么调查这些事情的 有没有站在这些小女孩 他们一生的角度去想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些都是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快来下一个结论 警方说没有性关系 这个可以慢慢调查 这个在在香港在西方国家很简单 那个女孩子完全可以说我现在不适合一盘问 她现在不能回答任何问题 这女孩子对不对 这个事情可以留下来 可以可以做一个独立 现在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你为什么要这么急来否定 为什么要这么急 跟我们有关系 你知道吗 跟人民群众有关系 你没见现在海南省的领导 万宁市的领导 这批示啊 中国就是这风格啊 这么大反响 这么大影响的案件 马上赶快就要调查出来 这才是最坏的问题 这才是最坏的问题 就是法律不能独立 而以民意来调节 民意民分大了 我就处理得严一点 民分小了 我就怎么来处理 正因为上面这个法律是可以调节的 所以当地才会搞那么多的花样 来改变这个事情 为什么家长那么愤怒呢 他不信任嘛 这个里面就是两个 第一个你们本身这个条款处理的手续程序 出了大问题 第二大家对你怎么处理不信任 而且这个小女孩们 这就挺可怜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味精用了一百年了 现在我们有了健康味精 太太乐酥之仙 以新鲜蔬菜提取 和味精用法一样 味道更鲜美了 健康味精就是太太乐酥之仙 所以中国有些事的处理啊 显示出我们在很多方面 还是个前现代国家 咱们这方面经常嘲笑印度 其实咱们有些地方啊 强不了太多 他这个跟人的这种性的这种 这种意识判断啊 有很大关系 你比方说前几年啊 广东有一个农村 一个村里 一个村里一个公务员 50多岁的 就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 他玩这个小女孩 把这个小女孩这个下体啊 玩出血了 你知道这个事儿 你想一想 在他们那种村镇的那个环境里啊 最后这公安局 看起来这叫什么事儿呢 就15天拘留 你这个就是属于让我们想起 当年就说耍流氓 是吧 怎么就这样耍流氓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 这个这个也是前几年 有一个小学 一个体育老师 上体育课的时候啊 他从后边 抱这个小女孩 抱到几个小女孩 一直到哭泣为止 那么他就这么抱 最后就说这个行为 怎么处理了呢 你看 有时候咱觉得 西方人这事儿就 完全不行了 是吧 这还行 大惊小怪 对吧 最后就中国就是 情节轻微 就是教训教训 你怎么能这样呢 就算了 但是他们说 你到这个洗洗洗脚的地方 什么 瓢个素啊 什么洗个的 洗个头给逮着了 还半年 半年管教呢 什么的 所以这个比例 你就反映出 我们头脑里 对这事儿的一个观念 对 其实我们很多方面啊 都不如我们自己以为的 我们今天 老是我们什么大国啦 又这个又那个 但其实 事实上 我觉得我们 真正要的东西 只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就是 怎么样做一个 让每一个中国人 都能够做一个 不受侮辱的 普通人 就让自己的生命的尊严 不受侮辱 不被羞辱 你比如说 像我们讲 这些小孩遇到事儿 你刚才举的那些 那个例子 其实如果真的是 我们有钱 或者我们有制度的话 在这种状况下 他第一接触的 通常不应该是警察 而是社工 而是心理专家 就算是警察里面 是有专门受训的 刚才子东讲的女警 那是什么警察阿姨 什么 不是一群中年大叔 围着她问 什么 应该是这样 对不对 那这都是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并不是因为有钱奢侈 而是因为考虑到 每一个人 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 他的尊严是什么 怎么样不伤害他 印度是那时候是什么 一个车上四个男的 强奸一个女的 强奸又把他给打死了 好像是 对 印度后来几乎每个礼拜都有 到现在都是 他是四个男的 对一个女的 咱这是一个男的 带四个学生 然后还有一个带两个 刚才你知道咱们这个静一 在化妆间还挺有意思 我就所以发现这个事 现在引起了这个民间 很多的争议论 说什么的都有 那边静一就说 说这个 他说我给你提两个问题 这几个女孩 那天中午打电话 在茶馆 打电话给校长 校长来给他们一千块钱 然后校长就走了 晚上唱卡拉OK 又把校长找来 最后校长就去开两间房 跟四个女生 然后有个女生呢 打电话给梁某松 就这个房产局的一个工作人员 那俩女孩跟这个去开房 这个静一提的问题很有意思 他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吗 就是这些女孩 跟这些成年男人之间的关系 这是第一次吗 再有一个 他就从女性的角度讲 他这个处女魔 实际真的不说明什么 他即便真的是 这个处女魔有破损了 法律上讲 到底是哪个男的干的 也不能够认定 对 是吧 所以其实是 所以我觉得你好像说 他们讲要在西方 你对于这个幼女 未成年人以下 这种幼女 你就是跟他 带幼导他一块看色情片 那都不行的 你跟一成年妇女看没事 你跟一幼女一看 那你就犯罪了 对 你记得麦克尔杰克森吧 麦克尔杰克森那个时候 控告他 就是当个小男孩 他叫他自己露线 他没碰小男孩 就是小男孩在他家里 然后他自己 就是露出自己的身体 说这个就是淫秽 但这个法院好像最后没有认定 最后是有争议 但至少他们当初也是这样一个评论 照我想这种情况 你就应该做独立调查 你就应该想办法弄清楚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应该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不应该简单的 以一个什么身体的这个部位来算数 就算你找到了证据 他都可以说 你这个女孩可能三年前 或者两年前 或者上个月已经这样 那我校长还是没事 我校长还是叫他们好好学习 对不对 你看 你本来这个事情就应该封闭起来 应该独立的 应该以保护 你现在我是始终觉得 你这些小孩是要长大的 这小孩现在12岁发生这个事情 他现在可能猛叉叉 他可能真的那天晚上猛叉叉 一点小钱买冰淇淋 跟男人在一起不知道 但是等到他到20岁 等到他30岁 哪一天他到什么地方留学 或读北大清华的时候 他回头看你们 把他这个病例单放在全国面前 这样来讨论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罪人 不过问题是 我还想回头讲 就像那天我们做了那集 没用的那集 我们提到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环境是什么环境 因为你回想一下那些小女孩 那些小女孩 当然我们都说她年幼无知 或怎么样 就算是她主动 其实仍然是成人犯法 当然 OK 但是问题就在这儿 就在他们那天下午 打电话给校长 我们想象那个过程 校长来了 给一千块 这是什么概念 就很难理解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别说校长 你就说大学教授 你的学生 我在小女孩的情况下 会给一帮女生一千块钱 这什么概念 就真的 真的看不懂 然后所以 而且还有问题是 假如这些女孩 就像静怡问的问题 就算他们不是第一次 怎么干 那他们 如果真的不是第一次 或者第一次要 是不是表示他们身边 还有别的同学 或者附近那个环境 也都有某种流行吗 咱们做费内机 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他们平常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些校长的学生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 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由苏宁 购物界 为您提供 全球名酒珍品 华智酒行 锦售珍酒 所以你知道中国有很多角落 那个关系是你不能想象的 比方说 当这些年咱们听说 西南某些地方 这个官员和这个学校里的某些个老师 是结起火来朴素学校里的小女学生的时候 我们就诧异 这是什么情况 对吧 他这个平常的人际关系 后来我们又会听说 有的地方 初中一年级的女生 自己卖完了不算 他自己又介绍 初中二年级 初中三年级的女生 卖淫给这些个成年人 当然我不是说万宁的这六个小女孩 万宁是这样 但是让人奇怪的是 这个校长 他肯定是丑恶 这就不用说了 可是这种关系 怎么时候就变成校长和女学生之间 玩成这个 我是前些年听说过 说这个学生带着老师逛夜总会 这是什么学生带着老师逛夜总会 逛夜总会 晚上泡夜店 单单这个不算什么 OK 但是什么样的学生 就因为你刚刚讲这些情况 其实都是种原教文化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学生会莫名叫 打电话给老师校长出来玩玩什么 这其实可能背后 然后他放点钱 这可能是个原教文化 也可能不是 我就觉得这个关系 有一点乱七八糟 没有规范 稀里糊涂 比如说一个老师和学生 该是一个什么关系 他们之间的关系 咱也不能肯定说是什么 强奸猥亵 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真的就是干爹 或者一个什么 平常可能搂搂抱抱 但是就在一起耍 小女孩什么也不懂 也很容易 或者我就见过那样的 认识一个大叔什么的 给我点钱 给我点钱 我买个包 你说有时候他这大叔 跟他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真发生性关系 也未必 他就是 我见过这样的 有些乱七八糟 有时候你像一个中年男人 他就带着一个小女孩 说这是我那个什么外甥女儿 或者这是我什么干女儿 这种干爹文化 在中国有 但是干爹你看 是最暧昧的 干爹是从可以上床 到不上床 全可以包括在里面的 这个干爹 对 干爹是马萨拉底的 对 干爹 但是你刚刚讲这个东西 是因为你说人跟人 是什么关系啊 到底 我们通常很多 社会上面有很多处境 这个关系是很清晰的 比如传统上讲 老师跟学生 警察跟囚犯 但是这些关系 之所以那么清晰 是因为他们背后 有一些共同的规范 跟理念制约他们 但是我很怀疑 今天中国还有多少 这样的一些规范 比如说什么叫学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棍文明启示录